一位老板让我写一幅书法 送给他的父母 我推荐这一幅春宣并茂 庄子在《逍遥游》里面提到 春树八千年为一个春季 八千年为一个秋天 以春代指父亲 欲为长寿之意 而在诗经里面有这么一句 北唐幽暗可以中宣 北唐代表母亲 宣草又名旺幽草 古代游子远行 都会在北唐种植宣草 希望减轻母亲对自己的思念 旺却繁忧 所以春宣并茂 予以父母健康长寿多福 我是韩江 一位普普通通的毛笔字爱好者 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 欢迎订阅 更入闹 或者未经历 听说达